一别两宽,各生欢喜,五十一集 这只手摸过你,我也吻过你,还记得吗? 石书竟痛恨斯文辰对自己这样,如果可以不用秦家替他承担责任,他一定毫不留情地给他一耳光,高声骂他的无耻。 可是他不敢,因为斯文辰,他惹不起。 他敢做一件冒犯他的事情,他能让他身边所有人给他陪葬。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不公平,他无权无视,所以只能任人鱼肉,非常可悲,可悲到了极点。 石书竟咬牙半天,硬生生挤出一句非常无力的话。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。 斯文辰就想笑。 你现在是想教育我,什么对,什么不对。 浅笑的嗓音,颇有些嘲笑他不知天高地厚的意思。 石书竟当然知道自己没教育斯文辰的资格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